美国媒体Hot Air报道说 深入了解麦肯锡咨询公司的历史 就会知道他与中国共产党 有着长期非常紧密的联系 麦肯锡在自己的网站上鼓吹 他们的大部分业务是在中国 为中国共产党工作 他们30%的客户是中共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 中国在几年前启动一带一路时 麦肯锡被中共选中 在全球推广这个规划 Hot Air的文章说 考虑到这一切 你真的相信麦肯锡会在纽约制定 甚至认可任何不利于中共的政策吗 他们将冒着激怒他们最大的摇钱树 和最亲密的商业伙伴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风险 这一切让人质疑麦肯锡与纽约州的合作 4月初 福克斯新闻评论文章说 库默在纽约州疫情肆虐之际 把川普总统支援的4000多台呼吸机堆在仓库里 缺乏推文 感谢和赞扬在疫情上撒谎 而导致疫情全球蔓延的中共 赠送纽约1000台呼吸机 新唐人记者唐成 纽约报道 网店 韩清兰 勒